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还记得您给多少人当过妈妈吗 好多 您给周迅当过妈妈吧 当过 路易 您给海清当过妈妈 人权 孙丽 孙丽是婆婆 OK 婆婆也是妈妈 就这些女孩子当中 哪一个在戏里 您觉得这个女儿是最 最难叫到的 最操心的 如果说在戏里 角色当中 最让妈妈操心的 最让妈妈操心的 其实我曾经在《红处方》那个戏里面 周迅 那个时候周迅呢 演《我的女儿》 周迅 这个角色呢 是一个 就是在戏里吸毒的孩子 妈妈就 妈妈是个 尽毒的年轻人 禁毒的医生 所以这个 两个角色特别反差 我记得有一场戏 特别好玩 就是说 他到了那个 那个角色 到了戒毒所以后 又回来了 回来已经好了 保证了 跟妈妈保证 再也不吸毒了 完了 他洗完澡 回到那个卧室 妈妈进去想跟他谈 知道他可能又在 偷偷摸摸的 又碰了 那个时候呢 董志强导演 就跟我悄悄的说 你到时候说的 特别生气的时候 不妨可以 打他一个嘴巴 但这事他不知道 就没跟周旭说 他说我没跟他说 就后来我们 拍戏的当中呢 真的到了那个状态 我一下打了他一个嘴巴 他因为不知道 没想到 是真打了 真打了 然后一下 把他扇在那个床上了 他完全不知道 我会这样打他 他从床上突然间 站起来的时候 那种反叛的 那个眼神 看着妈妈 看着我 简直就让你心里惊着了 那个戏拍完 我觉得这孩子 是有前景的 所以这就是 专业的演员 所以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 他知道这是在戏里 甚至有的时候 他都忘了是在戏里 他这种真实的表达 这个一瞬间 我们两个都忘了 所以今天请您来开讲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 您接触过那么多年轻人 所以您的很多故事 实际上是能给 当下的年轻人 带来一些 启示和建议的 掌声有请 西美娟老师开讲 谢谢大家